圓山最開心的就是我知道圓山以後不會寂寞了 圓山一定會變成大家的圓山 大家都知道要來這裡 就好像101一樣 在我們那個總統套舞裡頭就有林立山的畫 那都價值連城耶 我在還沒有決定要接任這個地方的董事長的時候 其實我就偷偷跑來這邊當林立課 因為我想要了解這個地方到底是什麼樣子 將來如果我會要來管理這個地方 我一定要先了解 我跟大家介紹 你們看這個帳策漂不漂亮 看一下 漂亮吧 以前的帳策像這個樣子 這個帳策你看 以前記帳這個字 那麼工整 有沒有看到 就是我對這個圓山 我有幾個 幾個管理圓山的概念 我第一個期待是我能夠活化圓山的文化 因為大家都知道圓山 是我們國人的一個共同的回憶 是我們國家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文化的地標 其實它跟博物館 或者其他的美術館 什麼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第一個 我來這邊 我就希望說 圓山能夠成為一個 我們的民眾 大家都喜歡來的一個地方 不只是一個印象中 冷冷的一個博物館這種感覺 第二個 這個圓山在傳統上 因為它有一點那個官方的那種性質 所以我們這裡的員工 都很習慣於接受這個長官的命令 也就是說當長官怎麼講 可能大家就會很爽規矩地走出 那我要求他們 不准在評估結論還沒有出來之前 個別去跟董事長就是我 總監理跟副總報告 我非常明確非常堅準地執行這樣的指令 為什麼不能先去報告 因為呢 如果今天你來跟董事長報告 董事長忍不住告訴你 我覺得怎麼樣比較好 就會影響你的腦筋 但是你不能當天再把資料拿出來 兩天前我嚴格要求 把資料同步送到我總監理副總那裡 每個人都要做功課開會的時候 我們大家聽你們把報告講出來 我們馬上去評估 第三個 原山它作為一個營業的單位 它必須要能夠賺錢 政府不一定期待這一個 原山飯店可以賺多少錢 但是它不能虧損 在台灣有景的飯店到處都是 但是不會有這樣歷史性的房間 這就是原山我們就有趣的地方 現在原山不一樣 它是一個很有活力的原山 因為只有完全的自由 才能夠有創新 你去表演一下 你去到畫面 好不好 你去到畫面 拜託嘛 我不會虛 你放心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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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鴛